你知道我在綠島學到一件事情是什麼嗎? 那一件事就是這邊的當天跟我說 你來這邊吃東西 然後你假如覺得還好 普通不難吃 那就是...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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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真的觉得牛頭脚还蛮漂亮的 很不像我平常会看到的风景你知道吗 因为我是臭宰奶 所以还蛮有趣的 OK想要来绿岛的人可以来看一下 哈啰 收到大家有没有看到 在远方那边有一群野牛 超酷的 而且还有一只很小只的牛 但是因为这边是悬崖 所以我们不能走过去 会被摔死 真的很酷欸 哈啰 猫 猫 好 完全他们不想屌我 就去吃自己的草 可恶 好想下去静拍他们喔 但是太危险了 但是太危险了 哈啰 我们刚刚在减压舱吃早餐 就是我们住的民宿 然后我们现在在幼稚湖这里 这边的水非常的清澈 非常的好看 风有一点微微的 我觉得天气还蛮不错 但是我看天气预报 下午可能会下大雨 就是几率是大概90% 我们等一下去爬山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 但是希望不要下大雨 不然我们的爬山去的话就没了 我发现这边真的非常适合放松 而且你知道我们今天是怎么起来的吗 但是通常叫醒我的是闹钟 叫今天叫醒的我是活生生的鸡 你知道吗 鸡从5点开始叫 叫到9点10点还在叫 非常的厉害 然后女朋友先醒 然后之后我才醒 我觉得蛮酷的 很有趣 我们直接静下去了 蛤? 他想直接躺下去了 他想直接躺水里 对 平常我们都是被闹钟叫醒的 你今天被活生生的公鸡叫醒 感觉如何? 很吵 很吵 你是说被公鸡很吵吗? 对啊 不用一直甩你的头发 我们真的不是K白路线的 我不是要甩多少次啊 没有 吃到头发 已经不是故意要为了美在那边甩 吃到头发 生气 生气 生气个屁哦 生气个屁哦 奇怪 你知道我在绿岛学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那一件事就是 这边的当天跟我说 你来这边吃东西 你假如觉得还好 普通不难吃 那就是好吃 你知道我听完这句话 我瞬间好像感叹到人生的很多大道理 我突然觉得我以前吃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还好 都变得很好吃 我很珍惜我以前的所有事情 我真的觉得 有时候旅行 虽然就是在当地旅行 也是台湾本国 但是 还是可以学点东西啊 还蛮不错的 啊 突然很怀念以前爱吃的东西啊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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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真的是 我发现我们常常出来玩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说 好玩吗 呵呵 欸好玩吗 好玩吗 好玩吗 可是老婆永远都跟我说 好玩啊 呵呵 感觉怎么会 总不会说不好玩吧 对不对 这真的还不错啦 可是你知道我们在坐船真的很匀 哦 超匀的 还是搭飞机好了 对以后搭飞机好了 等我穿超多钱的时候 我就买一个飞机 呵呵呵 屁啦 买一个小岛 呵呵 屁啦 好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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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啊